廣播的作品 Eventually透過Visual Steer來寫都是一個專案 專案是切進去的專案 事實上Visual Steer幫你包了一個方案 所以你看到上次Simon是一個首選 所以將來這包要繳交的話就這包壓縮 按右鍵 你也可以 把它傳送到Zipfile 記得一件事情 你壓縮透過庫爾腳交上來 在這整包裡面一定要有你的學號 否則即使你變成Zipfile再改名字沒有意義 因為解壓之後就回覆到Folder的名字 所以最好Folder裡面有你的學號 Assignment的序號 這樣老師比較好 能Identify他到底是誰的作品 你不要老是說這邊叫Homework1 然後把它壓縮之後改成說 學號加加多少SRV沒有用 因為解壓之後就又回到Home 我就不知道誰的 所以記憶性 其實這樣 Visual Steer它針對你的專案切入 OK 一個專案就是一包 所以你看到這是一包 那我上次很快看過 這個手錄學是一個檔案 就是這個手錄學管目前就是 它其實就是記錄 你目前是一個專案而已 而後有沒有什麼專案呢 而後如果說你寫的系統是要Commercialize 我們可能還有一個專案叫大包專案 把你寫成是包裝成安裝光碟 好那這是我們常見 那個 所以很可能就是你在這個方案裡面 盡量把所有東西跟它相關都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記得結構是 外面是方案 Solution 那裡面一定有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其實是上次跟大家談過的 就是一個文字檔而已 好 你可以來看看 通常我們不用去管它 那專案之後進去看你的語言 它會有不同部檔名 像我們是C sharp CS C sharp的專案 如果說是VB 它就VB Project 所以這個專案是要管說 目前你這個專案裡面 到底有幾個檔案 資源檔次怎麼樣 設定如何 所以它也是一個管理用程式 也是一個C sharp的認證 然後呢 C sharp的原始程式就叫 叫點CS 百度點CS 那點CS呢 常態之下就是看到一個點CS 那C sharp跟C最大差別是說 它沒有什麼global function 沒有global function 像C隨便弄一個function 就是獨立的 那隨便sig data就是global data 那C sharp呢 原則上任何的data 都要歸屬一個類別裡面 那通常最常就是歸屬在一個類別裡面 歸屬一個data type 所以沒有權域的 沒有權益的function 也沒有權益的data 那都要包在類別裡面 所以你去看到 我們把專案檔開好了 這是C sharp的一個特性 所以Incase 因為我們大概有一半同學 大概也不到一半 兩三半同學對C sharp熟 那可能C sharp背後其實還有很多storbit 我可能趁這機會跟大家稍微描述一下 那跟C一樣 它都有董事程式裡的一個切入點 那C實在是一個小選的man 那我們這邊呢 C sharp的程式 這個環境裡頭 我先確定一下 有沒有人這是第一次用Visual Studio這個環境的舉手一下好嗎 還是有一位 OK好 Incase說這個方案不見了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方案最重要是一個叫方案中文 另外一個叫屬性 另外一個叫做工具箱 這幾個其實是最重要 如果說它的商號被關掉了 不見了對不對 那或是屬性也不見了 那或是工具箱也不見了 不用擔心 你來到解誌 View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叫方案中文 Explorer Solution Explorer 這是方案中文 另外呢 檢視這個地方 它叫屬性 屬性 視窗 視訊商 就是Property 另外一個跟工具類相關的 工具類相關 再來也是這樣檢視這個地方 有工具箱 這幾個東西 那注意到工具箱是當你 這個人際界面的這個Fall1類別出來的時候 才會秀出來 我這麼說點到別的裡頭去 然後就看不到好 就看不到 這個這是正常的好 所以到設計界面裡頭來過來 這個最主要的差別就是說 因為它是叫WinFone的用程式 人際界面 我們這樣開發用程式 就是一個人際界面 那人際界面 它不想你自己去寫程式 老師曾經用Python 用Python寫過那個 有一個Python的一個人類別過 叫Tink 是一樣程式寫的很辛苦 那C-sharp 或是說那個其他語言之餘 也所謂快速用程式開發的介面 就是類似像這樣 早年 我們是用C++ 那個C++ Builder 也是類似像Concel 我可以拖拉 一些孔子像進來很快組成 等級界面 不過那是C++時代的 那現在C-sharp有時候就非常方便 所以這個設計界面是 純粹讓你做Layout設計 人際界面Layout設計 但是最重要是背後的程式 這個其實像Fone-1對不對 Fone-1這個類別 最重要是這個Fone-1-Designer.CS 這個是Visual Studio這套工具幫你管理的 幫你寫程式 但是他幫你寫程式 跟你寫程式 不想混在一起 所以在C-sharp一個類別裡面可以這樣定義 這個類別裡面定義 它就定義它是個Partial的 Partial 意思是說理論上一個檔案就是 設計一個類別對不對 但是有兩個檔案以上可以組成一個類別 所以多一個Partial的Keyboard 告訴你說這個Fone-1的定義 不單純只是個檔案 還有在別的地方 所以原則上一個Fone-1的定義 你從S-sharp這個地方 快壓兩次進來的話 是進入設計界面 你要看它程式 在這邊按右鍵 看到一個所謂檢視程式碼 View-code 或者這個地方 透過這個地方 檢視程式碼 或者回到設計界面的時候 切換到程式前面按右鍵 檢視程式碼 切到程式裡面 所以這個才是 你常會跟它打交道的這個檔案 Fone-1.cs 沒有加一個中國號 沒有加一個設計 加一個設計是存在在處的Lay-out設計 那Lay-out設計 那些程式誰幫你寫了 一定知道的程式 是不是就幫你寫了 都寫在這個地方 都寫在這個所謂的 Fone-1.cs裡面 你會看到這裡頭 還有一個機制 這是虛效的機制 加上一個所謂Directive的這個keyword 叫region region 展開 region就可以收納起來 這個收納起來 展開 一個region keyword開頭 然後呢 一個endregion 把它包在這個區塊endregion 就可以收納 所以有時候程式非常長的時候 我們可以善用region 跟endregion 把這段程式 透過電極進入就可以摺起來了 所以你看到的程式 其實這個是原則上 通常你也不要去管它 每一堂每一堂都是VG系列 幫你加的 所以你在拖拉過程後 其實背後VG系列很辛苦 不過很方便 就可以即時研練各式各樣的情境 來看 OK 所以整個程式從哪邊進去 從Program的CS這個地方來 這是另外一個檔號 組程式都透過一個main function進來 跟C相似 C是小寫的 但是C小寫是大寫開頭 而且它的規範 這裡面參數有它的形式規範 那return type也有規範 這個細節可能有看一些C sharp 相關教科書 或是一些說 就有它的規範在 可是程式從這邊切入進來 剛才我講到 C sharp裡面沒有獨立函式 所以main function不是獨立 它外面一定要包在一個類別裡面 所以這個main function是包在這個類別 program之下 這program名稱不一定叫program 你可以自己改 反正整個專案裡面 所有的CSY 只能有一個叫大寫的main function 而且一定要靜態 所以靜態就是屬於class未接的 你不需要另外一個program 物件出來 假如說它沒有靜態的話 這個就不符合它的漁法 你看它 馬上可以看它出來 Vidget 16的環境非常friendly 你有層次上錯誤 紅色毛毛蟲就出來 紅色毛蟲就出來 那你就趕快看 層次寫錯誤 就來到這間 嘟嘟嘟嘟看它的說明 好 所以現在的開放反正其實非常friendly 所以只要有這些 就不行了 那你不能return一個 譬如說double 好 也一樣 毛毛蟲就出來 所以你透過這個 即時的這些回顧的訊號 你要知道層次可以馬上 透過這種方式來做 就要善用不就是這些環境 來協助你的那個層次開發 會比較產能 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層次從這邊切住進來 那它一定是在類別裡面 那我裡面在一個函式 或是在一個類別 上面看到這樣中括號的東西 那個叫做attribute attribute是額外 就是跟作業系統 跟這些環境相關 要給它一些information 跟程式主要邏輯沒有關係的 那叫attribute 然後我們也會用到它 不過目前你就稍微follow它就好 所以程式的切入 就從一個那個 沒換成開頭 然後類別裡面或這些東西 外面會包一個叫namespace namespace只是邏輯性上頭 你這個program 這個class類別 也是包在這個namespace之下 你會發覺 左邊的同學 它也叫program 那右邊的同學也叫program 多個類別叫program 對不對 那萬一我它的層次也拉進來 它的層次也拉進來 那我怎麼work 還好喔 因為每一個人的namespace不同 這是我這個學校的program 所以這個真正講的意思是說 這個program 這個類別 它是放在這個namespace之下 你要用這個program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 188888大概01點program 才是它的全民 那在這種狀況下 你會看到上面這邊 城市裡面會看到很多using 這個一個就是namespace 那再強大 namespace是一個邏輯性 不是physical 不是檔案結構 它是邏輯性的概念性 說我把這個類別 歸在這個大群 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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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下 比較好 將來在檢索啦 所以你就大概知道 這個form 比如說舉個例子 跟這個人機界面這個form 相關的 它放在一個Windows這個 subnamespace 我們稱呼叫subnamespace 這是namespace subnamespace 所以記得 你寫的類別一樣 VisualSuite自動把你的類別 外面包了給namespace之下 你也可以把namespace拿掉 那將來就是變成是 他沒有爸爸媽媽 他沒有什麼姓 就直接這個名字 那也ok 那我們要用comment的話 這兩個按鈕 其實比較好處理 我可以把外面這個comment掉 好 那其實也ok 那將來的program就是program 將來用program 所以你跟別人的program 假如說 另外一個人也寫一個program 這樣兩個就會衝突間 所以namespace 只是邏輯性的把 這個form就不認識了 你看到沒有 因為form 它其實是放在哪邊 去看一下 放在這個namespace之下 那你現在這個program 這個program 為什麼不認識form 因為我所處的位間 沒有namespace進來 所以我要using 我就要using 如果說我這邊寫using 那剛才 因為這個form1 你看form1的名字叫什麼 form1不是叫form1 是放在這個namespace之下 所以今天如果說要教用它 那我就要using它 對不起 你不想聯名代姓叫它 那你就要using這個namespace 這個form1才會被認識 那又不然你說懶得寫using 那你就要聯名代姓叫 你將來用一個new form 所以你就要 它真正的form1 是在這個namespace之下的form1 好 大概這樣才ok 那我們就 那其實這個using 也說 有時候我們不需要自己來寫 而且其實有時候 它知道這個類別 放在哪一個namespace之下 它自己會把你帶進來 盡量利用vg.studio幫我們寫程式 盡量少打 少錯誤 也比較慘 好 所以衝衝一下 那為什麼剛才把它拿掉 因為剛才我把這個拿掉 意思說by default 大家都同樣在一個namespace之下 當然我就認識你們 認識我們是同樣家族的 我都同樣姓楊的 你就不用再養什麼他 直接叫名字就好 所以主要差別在這個地方 所以稍微記一下 csharp任何類別 都不是那個 都會 原則上它都會給你加一個namespace 當然你也可以不用namespace 那這個函式一定是要包在一個類別裡面 或是一個data type 像其他data type 甚至structure也可以 是ok 好 那這個是chandroid在這個地方 那我裡面看到天藍色 天藍色就是我們講 這個csharp層次run的時候需要一個平台 那平台後面已經有一些類別 架構滿的規劃 好 我們今天寫的是一個winfoam應用程式 那win用程式就有一個application的大類別 在幫你管理 這個你可以讓marspace管理的 那它執行一些函式 你可能不認識 也不要緊 這個環在框架 就突然就是有一個winfoam在那邊 跟使用者打架套 使用者的花束 把關起來去程式要代表結束 它有規劃一些座位在 那最重要的是 你要一個人際接認的foam給他 所以你看 我們在這邊name 那你看 那我裡面看到 有一些東西變成灰色暗掉 意思是說你可以省略掉 因為foam現在 現在我同樣在這個namespace下 我可以製造方法 所以我這個其實可以省略掉 好 那你省略掉 你可以注意看 這個灰色 注意看它有提示文字 嘟嘟看它 好 執行它 它幫你簡化 省掉一些東西 那同樣這邊你看到灰色對不對 意思是說 你這個程式裡頭 沒有用到那麼多簡單namespace 你可以進來這個地方 它就會幫你清除掉 介紹vrl程式 稍微了解一下 這個Visual Studio環 它其實非常friendly 可以幫你程式整理得比較乾淨 所以整理從這邊切入進來 然後接著一件事情 在c-shop 如果碰到是class 它是一個叫 它這種變數 它叫參考型別 叫reference type 另外一個叫做實質型別 叫real type data type 那c-shop裡頭 任何的class 都叫參考型別 任何的strut 也有c的strut 都是實質型別 這兩個最重要的差別 那什麼叫參考型別 如果說你學過c 就是pointer變數 也就是說c-shop裡的任何物件的變數名稱 其實都是pointer 如果說你pointer很搞得很清楚 不然你可以用這樣去聯想 所以它是個pointer概念 那pointer概念什麼意思 我這個變數裡面其實不是放真正data 其實放的是某一個data的位置 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reference或address它其實是互通 所以參考型別的變數 類別變數裡面 它其實存放的是那個類別 一大堆data的起始位置而已 它是一個參考型別 所以記得一件事情 而後呢 c-shop裡頭的class 都是所謂的參考型別 c-presser不是這麼一回事 c-presser你可以 如果說這個變數是pointer 它這個變數實際上就是一個class的data 或者是一個class的參照 細胞的就 以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就非常不人大 你還要想一下這個到底是pointer還是實質的data 還是只是一個分身的參照reference 非常麻煩 但是c-shop裡就把它統一 任何class都是參考型別 都是pointer 都叫reference type 那個structure都是實質型別 所以記得這次就要差別 所以呢 因為它是一個pointer pointer是空的 你每次要拿這個物件運作的時候 你都要去new 要去new 那new呢 在c-shop裡的c-presser一樣 就是動態的配置記憶體出來 就是run time的時候 才產生這個物件出來 才有data 所以你看到 我需要一個form1物件 所以真的這個程式可以這麼寫 你可以講說 我有一個form1的一個變數 就是我稱為這樣myui 好 那myui 一定要new出來 好 當你知道 像剛才我宣稱有一個區域變 叫myui 它是屬於form1這個類別的物件 然後最開始就不能用 那你打myui的時候 你看intelligence 這叫intelligence 已經highline這個家伙的時候 你記得是下一個動作 我就要等你 他們自己把你帶進來 那我要new出來 對不起 我就直接按等你 new出來 那intelligence自己會highline 你知道 oh 知道 myui是form1那邊 然後自己帶出來 所以這時候你就不用再打for 就直接小括號 小括號出來這樣 那按tap 跳格鍵 tap鍵 自己幫你完成 對不起 沒有work 就算用這intel功能 雖然它等同這個意思 那我這邊就需要一個myui 這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函式裡面有一個物件出來 透過它做的程式解釋 所以層次主要從這邊切出鍵來 那層次切出鍵來之後 它開始就進行這個 這個所謂form1這些 建構函式的產生 form1在這個地方 那form1就是建構函式 跟那個所謂類別一樣 建構函式就是 呼叫initualize component initualize component 就是幫你寫大堆 每一個東西都要new出來 每一個人機介面 注意一下 在initualize的時候 你看到了不管button 這些東西 一個new 一個new 因為每一個物件都是 所以參考幾乎 都要繼續new出來才有 new完了之後 做一些什麼 new完了之後 每一個東西就開始指定一些東西 開始 右邊的指指定過來 右邊的指指定過來 指定過來 這個就是所謂叫property property很像data 可是goosie的不是data 這個我們有空再來 稍微談一下 目前呢 你的感受就是說 我今天人機介面是設計說 做多一個東西進來 這個就是這個物件 然後進來 那個叫bottom1 bottom2 像我們剛才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tap control 白度會叫tap control1 有一個名字 像寫程式呢 就是跟這個名字有關 那在這裡面呢 可以先做設計 在這邊page裡面設計 這是我們在那個看過的 那上次呢 我們有稍微談到 假如說這個地方是要new 對不對 所以這個下一個頁面 那來到這個地方 比如說從人機介面角度來看 我們想說把它設計比較有型 比如說這邊的那個 注意喔 注意你點的是誰 這個是外面的包容器 那我也稍微談過就是說 在人機介面的這一個方面呢 有些是包容器 就是它是個container 裡面可以再放其他控制項 這個控制項叫control 這是微軟的術語 所以了解一下 任何一個控制項放在這個人機介面裡面 它總是有一個parent 直接的parent 所以這個tap control的parent 是後面那個淡防色的panel 然後這個page裡面 它的parent是這個tap control 稍微了解這個機制 那原則上有些屬性 大家都是有這種屬性 如果說子類別 就放在裡面的兒子類別 物件裡頭沒有自己改變電腦 它是引用父親的 比如說像我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form 目前這個是點 所以將來你在設計屬性的時候 就要透過注意一下這邊的視窗 一大堆東西 那我這個點是form1 這個物件 如果說我改了一些屬性 比如說我把我的字體 從微軟改成回去比較爛的 心細靈體 結果你看到所有東西都受影響 因為這個最大的包容器是form 裡面的這些東西都是那個 繼承制的那個 by default 沒有自己重新設不同紙的話 就引用父親的 引用外面包容器的 但是呢 包進來的紙的控制項 可以自己設定自己的屬性 所以這個機制稍微了解一下 那上次我們談過 將來人機界面 因為我們會善用它 就是 對方的視窗非常大 我們要利用它 大視窗的狀況 大螢幕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設計Anker屬性 Anker屬性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地方 我拉大的時候 我這個重要的視圖 也會跟它放大 那記得 就是一個指控一下 跟父親的問題 有所謂Anker屬性的設定 把它善用它 這樣會做 你知道嗎 好 我先告一個段落好了 有沒有針對第一個 這三個我們上次做 針對這些控制項 這C效果這些 電視界面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先提出 可以了解一下大家狀況如何 有沒有哪些 不知道 particular的問題 好 有沒有想到說 覺得很困惑的 或者是怎麼樣的情況 就是說 不用小看說 我們的視窗有限 其實你看 光是這個頁面就一大堆了 對不對 一頁一頁 我們就可以放各式各樣的東西進去 所以善用這些東西 然後你要說 真的要學習 不用擔心 就隨便拖拉一個進來看看 覺得玩完的時候 就進來看看 比如說這個checkbox 還有一些什麼叫radio button 這個radio button checkbox是可以多選的 radio button 就是在某些場合是要複次的 那它可能要分label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試試看進來 點選 這存在人質監製作為 我們就互相切換了對不對 它叫check spot 就是check uncheck 那每一個控制項竟然有物件名稱 這樣我們寫程式要跟它打架道 要看它的狀況 所以物件名稱非常確定非常重要 我們程式要跟它打架道 那另外呢就是它重要的屬性 每一個東西都有一個重要的屬性 像這個checkbox最重要就是check it 它一個屬性叫check it 但是使用者有沒有敲了它 使用者敲了它 它代表什麼意涵 所以寫程式都要查驗 這些控制項一些重要的屬性 那這些演練狀況也可以理解 像我們上次有防奔措施對不對 我們就是有enable delay 所以就變成稍微花點心思 讓你的程式比較有寫 那另外呢 我們因為第一個 上面就牽著到讀檔 我們看一下 這裡老師沒有完成 這是要讓人完成的 這裡面的程式我們稍微看一下 可能趁這個機會跟大家 稍微來談一下 因為 我們那時候有看到 我們那時候有講過 第一個假如讀檔 它透過一個類別叫street reader 協助我們 讀檔 最重要是有dialogue dialogue分兩個 一個是叫做open file dialogue 開檔的 open file dialogue 另外一個是save save是save file dialogue 存檔用 所以人機界面都在這個地方 你看 這個對話也叫出來 要show dialogue出來 然後我們就得到使用者設定的檔案名稱 就可以讀檔 或者說 知道那個使用者要設定的檔案名稱 存檔名稱 透過這個dialogue 進進來拿到這個檔案的入境 然後我們才動用 才會請street reader 去讀檔進來 所以street reader讀檔進來 那這個類別呢 就是我講的 單內framework 一些比較有用的類別 其實我們做檔案的儲存 包含那些button 控制箱 或是對話 這些都是聯繫的東西 那進來的時候 你就要了解 它有哪一些基本的功能 像street reader有個讀行 讀證行 因為它是文字檔 所以它relign進來 relign進來都是一個次串 然後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個程式的開發裡頭就可以看到 cshop有一個特性 就是因為它是所謂manage的code 有一個平台幫它管理的 所以你小寫的藍色的是它的keyword cshop也有一個keyword 你不能用它做你的變數名稱 然後像這些小寫int stream double int跟double 這些叫實質型別 記憶體裡面的東西就是放它的數值 但是stream 不是喔 有機會再生產它 另外一個不同的東西就是objct objct也是一個內定的資料型態 這幾個東西 這兩個 唯一二是參考型別 這些小寫的都是內定的 cshop內定的data type 大寫開頭這些天藍色 都不是cshop語言的喔 這不是cshop語言 這是單列分為一個類別庫裡頭的類別 就像早期java出來的時候 為什麼會盛進 因為summicro開發了一大堆的類別 但我用java的層次就是複加按 就可以完成很多東西 像我們現在cshop類似一樣 所以cshop類似的 我們現在用到很多天藍色 已經在單列分為一個的這個類別 我們就請它來幫助我們 那有些是我們自己寫的 像我們現在 其實fone1是我們自己寫的 fone1是我們自己寫的 當然是不就是幫你了 這叫計程 這是計程的符號 就是計程字 fone是已經單列分為一個的就有fone定在那上頭 所以我們現在都是沿用物件導向的技術 在開發我們的層次 上次我們談到這個陣列 這個array方面有一個sort function可以用 有一個類別可以用 那任何一個這個實質型別 其實visual Studio cshop的好玩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型別裡面 它都有一些資源的 還是可以寫的 比如說int int點下去 你會看到 它有一個屬性叫mashima value 就是說 告訴你int這種data type 最大的值能是多少 你這些東西 那還有些像parser這幾個function 都可以寫的 就是說任何在c語言 int就int 沒有什麼東西 但是呢 我們背後有一個平台幫你撐腰 所以這個int雖然是實質型別 當你會有一個類別幫你做一些 可以做一些額外很多的這些處理 所以像string 點下去 你會看到一堆的東西 可以有格式化的 還可以跟其他compare 那我們也用到它的一些功能 像這個位階 這個string的位階 其實屬於類比位階 所以你看它是靜態的函式 Static function 那如果說物件本身 假如說s是一個物件 這概念是嗎 s是一個物件 這是類別對不對 那物件下面 因為它是屬於string 點下去 也一樣 有很多的這些function可以用 所以稍微了解一下 任何一個變數 在Dynamic都有一個平台幫它撐腰 那裡面有些東西就可以讓你用 所以你看像我們 把一行讀進來自竄裡面 自竄裡面 自竄裡面就可以沿用自竄 這個類別的一些功能 還是像我們會用到sprint對不對 那sprint這個function 怎麼來的 就是因為sprint這個基本的類別對不對 是內定的類別 它背後有平台幫它撐腰 你任何一個 這個str是一個物件 這個sprint是一個類別 應該叫data type 那如果說sprint點下去 Internet會修出來 是叫做靜態的函式可以用的 那你如果用物件點下去 就是物件位階的函式跟data都可以用 板手是它的屬性 它的property 有點像data一樣 紫色方塊是它的function 所以稍微理解一下 在這個稀效環境下這些東西的內容 然後Intellisense會協助你層次 盡量讓Intellisense 來幫你完成所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將來用稀效環境 不外物說你拿到類別名稱 或者拿到一個物件名稱 那就一定頂下去 頂下去的時候Intellisense一步步引導你 那花個時間熟悉一下這個機制 那將來你可能 那個在層次開發過程裡 就會比較碎順一些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assignment1的mission assignment1老師有給大家一個範例層次 給大家參考 assignment1 我們有一個檔案在那個地方 這檔案固檔名雖然叫DAT 但是你可以用筆記本給打開一下 所以我們的檔案 就是1000個 好我們檔案結構就是說 100筆的那個job 那這個job進來的時間 跟它需要加工的這個時間對不對 所以我們 有點像是歷史資料 我們其實在接觸一些 葉子按摩的時候 它一定開始給你一個Excel的file 我曾經歷史亂過的資料 是怎樣 這個job什麼時候進來 什麼時候離開 好 我們拿到這個資料 第一個就很好奇 那你到底系統 任何時間進去 那時候狀態如何 所以最簡單 我們可以做job count 那不要小看job count job count可以給我們很多的information 所以這個data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有點像例子資料 我們在traceback 所以第一個assignment的訓練 其實就是 我們看到例子資料 想把當初系統裡面 這種job count 把它那個曲線圖 把它那個折線圖 能夠畫出來 所以我們那時候 第一個assignment 示範 open 所以我們open file 好 那再來 這個 上次有談過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們 上次帶大家做的 這個button ok 有一個button 同樣你可以 找到一個圖形 讓它比較有形 不要老是留著 一個縫紙的照 內電的圖像 自己弄一個那個button 看起來比較好 好 所以 人機介面對不對 這是一個button 你particle叫做 toolstreet的button 可以下去 我們就show這個對話盒 就開始跟實用者談交道 那實用者可能選了這個simple tan.dat 開啟 開啟之後 你就把它打印出來 所以都是利用這些 人機介面控制箱 做一些消息的display 然後呢 我們要show job count 按鈕一壓下去 也算成就在裡面 所以我們會把 壓下去 我們就把每一筆資料 A加上S 就是它離開時間 那離開時間 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那將來 這arrival陣列 跟離開時間 就要看誰比較小 比較小對不對 小的如果說是arrival 那就是加1嘛 那就畫一個點出來 然後呢 小的如果說是service down 那個 離開的時間 那就是那個時間 離開就是這樣一個 所以我們把折線圖畫出來 折線圖畫出來 大概就是長這樣 對不對 所以它告訴我們什麼消息 欸 你這家公司 給我這個例子 我看過 那你系統最大的時候 是有兩個人在系統裡面 那你當然 我們現在第一個上面強調說 喔這個資源無限 所以都不用等 一個人進來 我就馬上給你服務 一個人就馬上服務 但是事實上一個系統 不可能有真的這樣 所以如果說 你從歷史資料上看出來 你需要安排幾個人服務 嗯 看一看 兩個人 因為最高只有兩個人嗎 欸看起來合理喔 真的需要兩個人嗎 當然限制系統裡 我絕對不會是這樣 如果說萬一談起來這個15個人 那你真的用15個人也不會喔 另外一個重要依據就是 這個資源的換算 我們care是嗎 care是這些面積 想想看喔 如果說我把這些面積累加起來 再除以最後完成的時間 我們是不是得到一個平均值 這個叫time average的一個lens 現在看起來最高的lens是2 這條隊伍 也不能講隊伍 也不能講隊伍 就想想說 這個歷史資料 自律流曾經最高的時候 是兩個人在系統裡面 但是平均是多少 欸 發覺平均可能 這個例子來看 你看這塊放下去 這塊放下去 平均沒有達到一個人喔 好 這個消息就可能是 額外給你做決策參考 有些是密密碼 都是2號 都是密碼 那可能是 講白話就是說 你time average算出來 你可能是一點多 一個是0.9 那這樣你要設計幾個人 你就可以去考量 不過不要講 這個只是 告訴大家 我們做這種催行 其實有點是在模擬 沒錯 但是那個重要的information 除了告訴我們 最長的時候多少人之外 還有一些跟time average相關的information 可以告訴我們做一些決策 那以這個例子案例來看 其實最多就是兩個人 那你雇用兩個人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兩個人 搞不好一個人的那個忙碌 那個所謂utilization非常低 因為平均 真的平均算是大概0.9多而已 那0.9多 坦白講 假如說我是一個公司的 我就雇用一個客人就好了 那讓人進來稍微等一下 但是他等不會等很久 讓他用不耐環 所以這裡頭就是 就是當我們有模擬做過的時候 不是只存在這些data而已 我們會有一些額外的information 可以將來去工容做決策 好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所以你的任務就是畫中折現出來 那在我們這個Vidget Street的環境之下 非常有用的一個那個空間 就是叫做 我不曉得大家玩得如何 好那Incase這個視窗跑出來一樣 就拖拉 假如假如不見了 它的概念上 這個裡頭 有一個塊一塊的 你可以模擬看看 把油表已經貼到左邊 貼到右邊 或是跟這個 目前有的貼在同一個頁面上 我們奇怪的是把方向重管頁 放到一半 放到上面一半 那下面可能就放屬性 那當然你可以拖 注意到這邊還有另外一個頁面 那這個頁面拖出來就獨立的 那再搬回去的話就跟他一起併在一起 這個習慣一下這些操作方式 Incase 將來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直接解決 好那 有關第一個 Simon有沒有 大家進展的狀況怎麼樣 有沒有一些問題 好 老師可以問一下 就是你給那個時候 測試過 就可能 還是要去考慮 很奇怪的傳統 哪一個 就是你如果有給三個存在 四個成績 對 測試的資料對不對 對 那一隻要過了就可以 還是我們還要去考慮一些 很奇怪的情況 所以我希望說 你為什麼能夠產生 這個sample data是最好 像我上次稍微看過 都是好像都依照順序的 比較沒有挑戰性 很好很好 那或許我們這樣講 因為老師的示範 示範的程式裡頭 是鼓勵大家 就說 做比較多一點 我現在的程式裡頭 你看到Round2程式 是 因為Open這幾個東西 都很單純 我們稍微看一下 20的稍微多一點 這邊出來 第一個 你先比對 達到 因為這幾個資料都很明確 如果說你畫出來 區間跟老師不一樣 那你可能要去主做 所以他主要的問題 是讓你去debug用 所以這個例子來看 大概看起來 最高曾經三個 對不對 系統裡頭曾經有三個 你帶著 那是不是開三個櫃台 不一定 你再算一下 我們還沒有要求大家算面積 下一個三個代用 這個可能大概平均 應該是一點多而已 一點多 所以如果說我來做 設兩個櫃台就好了 那當然他就要等 那我們現在是假設 這種情形箱 他的呼呼 你的呼呼的資源是無窮多個 所以任何人竟然馬上可以開始接受呼呼 這種狀況 累積出來的這種例子資料 那他這個Deterministic 記得 我們以後 是用stock case的 他這是已經例子資料 所以我們只是在trace back 所以他是一個Deterministic的資料 那如果說 發覺他不好 那我們回過來 這個就是 我們通常會這樣講 研究生如果說 裡面的data怎麼辦 我們可能在講義流上來談到 What if裡面有真正實際的資料 比如說一個銀行裡面 除非你真的派公讀生 每天去那邊拿一個馬表 幾點幾分進來 幾點幾分進來 那也可以 你可以得到 可以得到田野feel的真正資料 不過一天 每天都狀況不一樣對不對 那你很辛苦 那如果說我要產生一些 比較長比較大的這種測試的資料 如果說你知道那個分布模式 你也可以自己寫一個層次 來產生這種模擬用的data 所以另外一個頁面 是讓你自己去開花 比如說我今天就很簡單 你的答案 你的應付就是一個arrival 跟service time 那我是不是可以通過這個方式 通過一個簡單的能力界面 使用者改變一下這些參數目 高度互動 那我就可以產生一個範例層次出來 讓我來測驗他 所以你剛才一直這樣 好那我們就假設 只要average arrive time是6 那average service time是稍微比較慢一點 就是他需要的服務時間稍微大一點 如果說我們把它這個deviation 這個是完全看你層次怎麼寫的 deviation我們最簡單的做法 我們假如說沒有清潔到什麼 常態分布統計中心 你怎麼要產生亂出產生它 我就以這個中間值為準對不對 然後這個deviation5就是個範圍 我5來乘以0到1點之間的乱數 就是產生一個deviation對不對 然後再來用乱數決定是要增加或是減少對不對 我就可以產生一些模擬的data出來 所以這個是讓使用者來看 就像你剛才講 如果說我要產生一個 哇 這個人數暴震的這種狀況 好那 我的那個average service time 就是讓他比較高一點 我也會讓他比較高一點 那個誤差呢 通常他是比較 這樣狀況可能會爆表 因為6個 不過ok喔 可能ok喔 因為他變化比較大的話 7這算比他多1對不對 假如他是比較明確 每一個都要做到2 然後這個可能是 6 我跟大家講說 我後面的程式寫的話就很簡單 我依照我要產生一筆資料 一個job進來 他的average time 注意到這個是inter-average time 間隔時間 就是上一個人進來 對不對 下一個人間隔時間 這個人才進來 6單位時間 然後有dbh6到60 可能是剛好完全同一個時間進來 或者是12 最多是12 但是就是0到12時間 產生下一個人進來 所以下一個人進來也是亂數產生 那我這個人 這個人進來 他活動時間是7 比較長一點 那dbh就比較小一點 這就是讓使用者 然後總共產生幾個 10個job而已 那我們就create data看看 create之後 我就寫到後面這個地方 沒有寫錯了 save 好 那我就把它做成這樣mine Aaa就好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run 自己產生data 讓我們自己open來看一下 Aaa的data 剛才是10個job對不對 那可能是這些data在這個地方 那看一下 1 讓我們show它的變化出來 這邊是稍微不同了 可以看到 1個人進來7 7 這時間比較長 我現在是希望說 進來比較密集 5時間 4個7 好 這個形態看起來也ok 但是就是你可以產生各式各樣的data 就是 當你人間比較熟悉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 好相對的 如果說 比較快 適當的時間 5單位時間就做完 那可能就非常light 然後 好吧 上線下線的事實 我們看一下這個data save 那這是BBB 好 open BB 在這個地方 修出來 好 變化也比較不一樣 那 當然這個shade外整 你可以調去Gibertibus 有沒有正確 那這個看起來 假如面積來看 大概是一點多 面積一點多 那這時候就 第一個人進來 第二個人進來 第三個人進來 第一個人離開 不一定 不一定 第一個人 我們現在沒有講說 first come 那個first go 或是first leave 沒有不一定 只是在那個時間點 確實有人進來 我們做主要目的 是希望說 產生的那個leave的時間 是錯開的 這樣你的sorting 就會看出它的效果出來 我知道 對不對 想要問什麼東西 你可以思考一下 人間面怎麼配置它 我們現在給的data 大概就比較單純 好這個sort 只是跟大家提醒 而後可能 面臨到 那個給定一個正面 要排序的時候 好 那當地分譯可能 有一個叫array sort 的方式寫出來 才可以做 那我簡單的眼內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sort 我們看一下 我們就回到programming 我在這邊 這純粹在眼內 這個程序員給大家看 今天呢 你如果說C時代 陣列 都是叫pointer 然後呢 通常就是不一定陣列的size 也可以給定它 那另外的狀況就是 你要malloc memory memory 動態的產生 那我們C-shop裡頭 所有陣列 一定是要動態 L給那個data出來 記得 看這上面 所以呢 假如說我今天是int 假如說是int 這代表那個i 假如說int的正面 你就要這樣寫 加上這個中瓜給它 就還好 IAIY 那IAIY呢 原則上 這本身就是一個所謂 參考性別 它就是一個pointer而已 那將來你要 你有幾個出來 你要即期產生好 那我就找IAIY 那我通常我寫還是new 譬如說int總共有十個 十二個好了 十二個 就是這樣 它語法大概是這樣 那new出來的同時 你也可以做那個 好不好 我們這樣好了 forint i從0開始 好 那記得一件事情 性效果非常輕巧 這個叫一個陣列 對不對 這樣new出來 然後的陣列呢 以前過往在C 我給你一個陣列 其實只給你一個指標 那我後面一定要多一個int 參數 告訴你多少個 好 這很麻煩 但是性效不用 你知道給我這個 IAIY 那另外你可以通過IAIY 裡面就有一個屬性 點下去 點下去 有一個屬性告訴你 這就是我們近代的語言 它比較人大 它不用說 因為C 細胞化上沒有陣列的概念 它只有指標 所以它就給你一個陣列 怎麼pass給你 它就pass那個起頭指標給你 最後一定要告訴你 長度多少個 那我們現在是不用 在C-sharp裡頭 就是有一個陣列 所以你透過這個透過方式 透過方式 你就可以拿到它的大小 你不用直接寫死 你不用寫個十二 它等同於十二的意思 好 那I++ 是這樣的東西 那假設我們要亂數產生 亂數產生 我現在寫在這個類別裡面是 寫在這個函字裡面是區域變數 有一個亂數產生 Random 叫Random 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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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數產生器在我們問題學的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有一個chapet 在我會談到亂數產生器 怎麼產生亂數 那真的 電腦產生的亂數 絕對不是真的亂數 它叫seudo-random number 虛擬的 都透過一個公式 算出下一個 算出下一個 好 那Random裡面 因為亂數產生器 它需要用到一個起始的 種子 起始的數字 所以一定要new出物件出來 所以它 這個東西就是 你一定要new一個物件 那new一個物件的時候 它可能系統動態的 給你一個 給定一個初始值 給它 給定一個叫種子值 那這個RND 你將來用它 就 不是用RND 不是Random去呼叫它 是用物件名稱來呼叫它的功能 所以假如在這個地方 我就呼叫那個 這個I跟I重複 你看到 毛蟲紅色毛蟲錯 你就讀讀它 他說 我今天有區域變數IR 你不能在這邊 做個block變數 跟它名稱一模一樣 好 那你就省掉 我們現在習慣習慣 就是ID 宣告在這裡面 同時做初始化 好 那我假設說 IARY 第1個 我就透過RUN出產 這RND 好 這個類別 希望大家花個時間 去了解一下 點下去 我們就點下去 就協助我們 常用的 現在是2019 常用的它會有信號 告訴你這幾個韓式 會大家常用 我們最常用的是 next double 那為什麼有一個next 好吧 這個聽起來就很覺得 為什麼它不是一個韓式 叫做get a random number 這樣又更有意義 這純粹是從 computer science的角度來出發 就小時候寫這個類別的人 他們認為說 大家都知道 這個亂數產生是一個一個產生的 所以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所以它就設計 這個韓式名稱出來 類似的 有很多資料結構也是這樣 好吧 我們就用next 所以next告訴我 你看你有幾個呼叫法 兩個呼叫法 給下線跟上線 但是不會包含上線 不會產生上線的指數 那你假如說 呼叫它這個整數的下去 其實有三種呼叫 next一個都不用給它參數的 它就是從整數的上線跟下線之間 隨便routurn一個 時數組合給你 那第二種呼叫 你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看 第二種呼叫 給上線值 它就從0開始到上線值-1 這些亂數可以產生 所以稍微花一點時間 TokenSense來看一下這幾個用法 所以這樣你用到產生整數 你就可以知道next有三種呼叫的方式 可以產生整個回合 那假如我們現在弄的是 給它一個上線好了 我們給它是200好了 給它200 好就這樣產生 那我們很快看一下 這程式很快看一下 我現在只是 提起給大家了解一下正列的用法 好 層次執行完了 我設一個 我再提醒一下 這個debug環境是 我在這個sort code 你可以點一下這個地方 就是叫breakpoint 中端點 中端點設在這個地方 那剛才講過層次從這邊進 我忘記中端點設在這個地方好了 然後 這個按鈕一樣 就是目前的專案 目前的一個專案而已 有點加出就是啟用中的專案 按這個按鈕就說 針對這個專案也變了變更 即席跟變異 馬上進入除錯模式的執行 意思是沒有除錯點 我就停在那個地方 所以當然是我們這種方式來除錯 好 那記得喔 停在這個黃色這一行 代表這行還沒有執行 準備要執行 那執行的時候 通常會按F10跟F11的鍵 F10在這個地方debug 稱錯 這個地方 這兩個 F10 如果說碰到一個韓式呼叫 我就不進去這個韓式 就韓式執行完 這行就執行完 就是這樣 那如果說你要追蹤韓式裡面的氣節 那就按F11 這兩個鍵 我們最常的鍵 按F11跟F11 假設我這個地方 我要按的是那個F10 右邊會先執行 你目前喔 你注意看一下 目前邊發現有一個區域邊 叫RND 那RND可以在哪個地方看呢 在下面一個視窗 在debug模式叫一個區域變數 區域變數 就是這個函數裡面 定義哪些變數叫區域變數 所以目前有一個RND 有一個I A R Y 對不對 有一個I A R Y 有一個My UI 對不對 這三個喔 這三個是目前這個韓式裡面的三個區域變數 區域變數目前的指是什麼 你看到了RND RND是一個物件Rend 所以它是一個參考型別 所以最開始只是NUN 代表說還沒有NU出來 還沒有誕生 但是我這個參考型別 那I A R Y呢 我看來講 I A R Y是一個正列 不是一個IND 那只要是正列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參考型別 所以參考型別也是NUN 目前是空空的 那另外一個My Phone 當然 My Phone是一個My UI My UI是一個FORM FORM就是一個類別 所以它就是一個物件 那也是一個NUN 目前就是NUN 那程式營養域執行 右邊會直接執行 NU就是我開個記憶體出來 RENDEN用 因為RENDEN這個物件 它需要儲存它的種子 所以它需要記憶體 所以右邊會NUN 如果INAPS的時候 NU出來 NU出來之後 你看油標再移進來RND裡 就再來就是NUN 展開來看一下 這裡面有些DATA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紅色是最新的變動 告訴你現在有東西了 RND確實是一個物件出來了 那接著程式執行到這一行 準備執行這一行 準備去記憶體裡面 NU12個RND出來 所以目前油標移進來 I A R Y你看它是NUN 還沒有進行出來 I A R Y就進來了 12個開號 連續的12個都開號 那12個從這邊就可以展開看一下 目前只是最開始 因為它是NL可以基底在 所謂Heap基底 最開始初始化為DataType的初始值都是0 所以目前是0 那我們就進入回圈 進入回圈 那這時候 I才出現 I叫Block變數 I才出現 I才出現 Block的變數 那或回圈怎麼執行 這個一定會執行 第二個執行 再來真的執行 第四個執行 所以你看到一步一步 透過這種方式 你也可以領域一下 這個C程式的執行 你看油標進來這個列子 你看到 目前就是12個 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準備第0個要產生一個亂數 RND亂數產生 上線來表產生出來 好 油標進來看看IARY 第0個已經 出紙已經給你了 好 我們把它執行完 那進來出錯過程裡頭 你也可以 油標移到這一行 只要移到這一行 有綠色箭頭出來 你頂壓它 它是馬執行到這個地方 好 執行完了 所以IARY 你來看一下 IARY 一個陣列已經出來 上限值最多就是199 不會有200 好 那我講到的是說 它是一個陣列 IARY是一個RND陣列 那陣列裡面 假如說你要sort 你要排序的話 你光存IARY下去 沒有這個sort function 沒有sort function sort function 需要有上層的array 因為它是一個陣列 所以假如說IARY出來的時候 你下一步你要把它排序 就叫AIAarray 這個A-R-A-Y 頂下去 有一個sort的方式 那sort的方式 有各式各樣的用法 有時候是 你有兩個陣列 同時要排序 這個陣列要follow一個 那個陣列的指排序 有各式各樣的情境 花個時間來瞭解它 不要自己去寫什麼bubble sort 不要浪費那麼時間 就善用它這個環境裡頭 有這個類別 其實你說就運算 我們sort可能 將來也會常用到它 所以是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你看 我們現在很單純 就是array裡頭 呼叫 好這時候 你看array是一個類別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是用類別名稱 直接叫用它的 俗稱叫靜態寒次 它提供進來 不需要用任務件的 像我們剛才那個RND 需要任務件 因為這個RND物件 才有它自己的特定的種子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是用物件來點 那現在是有些 通常是helping的這種類別 我們直接用類別 點下去 然後它有一個sort 還有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reverse 還有一個叫 把你的順序把它放回來 所以善用這些類別 提供這些功能 array裡面我們有 叫sort sort用什麼給它 你看有17種用 任何一個陣列型態都可以 那你說我是int 中括號不是array對不對 不要緊 任何陣列 它其實都可以看成上層類別 其實上面有一個array 搭你成要 放你int 或是double 所以你可以直接放你東西 iary 好 那我們很快執行一下 因為亂出產生界 所以你是 執行到這一行對不對 所以目前 iary已經定出來了 你看到 iary是這個樣子對不對 好 那我們 請array這個類別協助我們sort 那by default 由小到大排去 如果你要有大大的排小怎麼辦 就先sort之後再用 inverse 好 諮詢過了 再回來看iary 所以他的陣列他已經可以排去 排去 排去妥當 所以這些基本功 稍微了解一下 有這些類別 可以進行做一些運算 ok 那 那這個地方是停止除錯 不是停止除錯 所以我們目前 封換了類別的設計 有沒有其他一些issue 就是 你把這個比較confused 因為這個類別其實非常複雜 這個charting 我們耳後會用到他 非常heavily使用到他 所以 花個時間去了解一下 他的機構 結構 有沒有其他特定問題 就是你現在so far 那我希望大家就是 除了這個部分把它完成之外 這部分的東西也能夠把它完成 就像我剛才講 你 今天老師可能給大家data 都是太陽春 都是好像那個時間排去 有排沒排都已經排走了 然後你完成這部分的工作 試著可以create一些data出來 可以save存檔起來 那仿這種形式 存檔讀檔你可以自己體驗一下 我們讀檔的時候 是一個string reader 我上次稍微談過 就自己explore一下 這string reader 也很簡單 直接讀文字檔 那文字檔原則上 文字檔就一行一行 所以它有一個韓式功能 它就叫create line 好 稍微可能 也許 稍微跟大家稍微 稍微 假設說 假設說 這邊這邊有個save 好 好 那這個地方是怎樣 這個是parthe mail 一種方式呢 就是by the word 你加一個東西 我可以用copy方式 ctrl c 那頂下這個地方 ctrl 就貼回來了 那假設這個是save tags這個地方是save save 好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因為你要跟它打交道 所以類別名稱 最好不要follow 因為它白頭會叫toolstreet button1 那如果你自己的convention follow你的convention 像我的習慣是toolstreet button 那這個是save 這個用的 那存檔剛才講過 需要一個對話盒 使用者要設什麼檔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叫savefile.org in case 我把它delete掉 不要緊 你在這邊盡量試著玩 那它大概是在這個 它是屬於 假如你要快速找到它 它有分類 這邊有分類 它是屬於那個對話盒 對話 對話方塊 這邊有一個savefile.org 拖一個進來 那不會秀在這個地方 不用擔心 它就是一個物件 就對了 它就是一個物件 那白天後就叫savefile.org1 那可能 因為你寫成要跟它打交道 所以我的習慣是dlg 代表是那個dialogue save save 那你想看到 假如我要存檔 對不對 存檔對不對 它有很多的屬性 可以設定 這個就是屬性設定 那比如說file name file name 那常見是default extension 互檔名 比如說我們假如說 互檔名要出成叫dat 那是不是要有一些title 上次我老實說也能夠 就不再花時間 就稍微熟悉它這種用法 所以一個dlgsave 可以用 那按鈕一壓 對不對 是對話耳機弄出來 是要對方要儲存到哪個目錄 直目錄的去 所以是這樣 好那接著 我點選這個2-3 button 那我們的概念是叫教用事件 而後我們在談 到底什麼叫事件 那其實是概念 就是你要定用的事情 就是做什麼 當使用者用滑鼠壓了這個按鈕 他要做我們的事情 我們就準備一個函式 讓這個按鈕一壓 這個事件 跟我這個函式 串結在一起 講白話就是這樣 那現在呢 透過這個方式 透過file name 它可以幫你準備這個function的長相 因為你要教用這個某個物件 某一個特定的事件的時候 你要準備的函式 這樣不一樣 那我要自己去查 就非常麻煩 所以我們透過file 就隨著幫我們採用這個 這個函式就比較快 所以我們就點選這個save button 然後來看一下 它有提供哪一些事件 各位事件 不要小看這些人機器 一大堆事件 這些事件 你都可以給它一個函式 那當這個事件 發生的時候 就來護照你的函式 那我們最常見就是click 所以它這個地方 我覺得名字取得不錯 tsb-save click 我double click給它 所以我就幫你準備這個函式 也就是說當使用者 一壓了它的時候 就來到這邊執行函式 那我們這邊函式 我們執行什麼事情 我要叫做對話盒 對話盒 這個物件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叫dlg dlg open 叫save dlg save 那它既然是一個物件 點下去 Internet會告訴你 有哪些東西可以用 扳手呢 是它的屬性 假如說你要設定它的屬性 叫出來 等號 設定一個新聞給它 那不是我們要呼叫韓式 那韓式最常見的 這個最常見的韓式 是叫show dialogue 就show dialogue 打個 那像這個你看到了 show dialogue 對不對 你在intelligence 還沒有highlight它之前 你可以打一個s d intelligence highlight它的時候 就不用打剩下的 它是一個韓式呼叫 韓式呼叫一定是左小括號 所以就直接打左小括號 結束了 然後show dialogue之後呢 你注意看 show dialogue其實 竟然它還會return一個 叫dialogue result 為什麼會return一個 叫dialogue result 因為使用者可能放棄對不對 使用者可能真的選了一個檔案 使用者可能放棄 使用者可能把它關掉 直接就關掉對不對 你還懂得知道這個東西 不過我們先試試看 這個按鈕一壓 我們看一下 除了這個按鈕一壓 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save的時候 這邊其實不用了 我不要緊這邊 好 按鈕一壓save 準備執行中段的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我們執行 我們執行show dialogue 按鈕一壓 對號出來對不對 代book這個是互檔名 然後呢 我們儲存在這個地方 然後如果說我這邊叫一個CCC存檔 那就完了嘛 所以剛才那個目錄跟CCC的檔案名稱是不是要收錄在這裡 那我們講過它的收錄在什麼 已經收錄到dlg save裡面的一個屬性 有一個按鍵來看一下 有一個叫file name 看到了1從drive Kick off,挖挖挖挖挖一直過來 到這個全部檔名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使用者要設個檔名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真一回事對不對 我們繼續 但是假設說使用者這一次可能 再壓一次save 你看這時候它已經是在一個檔名進來CCC 假設我先把它delete掉 它上次存了對不對 這一次我把它關掉 關掉按了你怎麼知道 關掉按了你如果說還繼續把它存檔 就不對了對不對 它不想存檔 它中途放棄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怎麼知道 這裡頭就牽涉到一定事情 所以這個韓式呼叫的時候 對號呼叫的時候 你其實它會 有不要也進來這個地方看一下 它會送出一個叫dialog result 所以我這邊就準備一個dialog result 好我打完dialog result已經出來了對不對 這時候我就知道 這個它類別沒抓到 我其實要設一個區域變數對不對 所以按一個空格鍵就好 那我稱為那個isave.t等於 好所以對號有使用者就秀出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result是什麼 好這是細節 這上次老師那邊open open那個dialog一樣 那我們把它指 好繼續執行 秀出來 然後我如果說close起來 對不起我應該設一個重擔點 設一個重擔點 直接在最後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 不同情況之下的那個result save 好它關掉喔 它沒有設檔名喔 關掉 關掉了 那油標已經進來看這個result 它關掉 Cancel 你看到 那你說cancel是什麼東西 記得 Dialog result 看起來是天藍色 看起來像一個類別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在C 跟C sharp 有一個東西叫做enew enew enew就是enumeration 這種data type enew 通常就是我有一些選項 但是不要1 2 3 4 5 這樣很難很難去變 我用一個keyword給你看 所以它是一個enew 好那如果說 我今天run的結果 我今天save的結果 我給你的是 現在寫一個叫dddd 我沒有寫data 我沒有寫data 那存檔起來 好那你看到我按了存檔對不對 你會不會進來看result ok 所以result是ok 所以你還是要繼續 辨識到底 對話和秀出來 結果是如何 只有當ok的時候 你才真的要存檔 所以只是一些細節 只是提醒大家 就是有一些機制存在 你要了解它 所以result是ok的時候 我才存檔 所以真正要怎麼做 真正要怎麼做 真正要做 我會講說 if result equal data result 點下去 剛才講過 data result 好像是一個類別 其實它是一個data type 它其實是一個enew 叫enew enew就是你看到 是一個兩個狗牌 普化的動態 就是enew enew就是選項 就是這麼多 ok yes cancel 或是no 那所以我當它result是ok的時候 我才要存檔 就把它刮起來 那通常有時候 程式可以在精簡 可以在精簡說 它不是任意ok 就return回去 這樣 那存檔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做 使用者已經把檔名 儲存在這個data result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們就要準備 strim writer 我們上次有用到strimreader 讀檔對不對 可是我們要寫檔 就是 strim writer dia 照理講 你打一個 大寫strim write 然後 再打下一個 R 應該就抓到 所以strimwriter 它已經幫我們highlight 就不用了 取一個 那你應該寫出來 這個東西應該寫出五件來 那寫出來 通常有八種 寫法 看一下 其中一個就是 你檔案入鏡就給我 我就直接 把我的strimwriter 跟那個檔案 的名字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給它 就是什麼 就給它result 的那個file name 不是result Dialog 那個對話盒 dlgc file name 好 那你既然有 strimwriter 記得最後最後 一定要把它close 那檔案就被lock 在那個地方 strimwriter 就close 所以將來你就可以看有幾行 那產生幾個 對不對 就開始 strimwriter 有什麼東西 叫right line 好right line裡面呢 它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字串 那記得一件事情 我們上次有談到 字串呢 在c-sharp 有一個非常格式化的東西 就是 那個一個strim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用s的啊 那可以加一個dl sign 那個叫做 那個formality的字串 可以這樣串在一起 那你可能 譬如說 中間一個多號 隔開 那這個地方是那個 arrival time 變數a 假設我們這邊有一個 double double arrrival 等於1.32 然後double subtime subtime 等於5.0 這是機器的 假像這樣 那你就可以組一個 arri 在這個地方 然後呢 subtime 我們是不是用 我剛才記得 我是用空格 還是動畫隔開 我們看一下 假如說我們檔案 的模式 simple這個地方 空格 空格 我們就用空格隔開對不對 兩數就用空格隔開 我現在只是 模擬 假如說你要 檔案寫出來 所以這是空格 就直接空格 那當然你的 這個arrival time 設備當然是亂出產生 看你幾號 你層次怎麼寫 我們是把它產生起來 好是這樣一個寫話 好吧 好我們可以 brick一下 intest如果說 大家的話 我們那個 第一個assignment 大概可能稍微都介紹到 這個地方 如果說等一下有問題 可能 下節課三個時候 我們馬上提出來 那或者我們最後一節課 稍微看一下assignment 2 assignment 2 assignment 2可能 Lab以後沒有辦法 大家都勾書文 真的需要說 老師會回去 再補錄一些instruction 因為再來 下個禮拜也沒有告 所以希望說 大家通編片看完 通編片看完 把那個dktape看完的時候 第二個assignment 應該是比較多知道 要做些什麼 好 我們休息後再回來 那如果說有問題 等一下下課回來的時候 上課的時候可以再提問 那不然的話 我們就直接進入 下個assignment的說明 好 我們休息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step on 那個下一個assignment 稍微看一下下個assignment 下一個assignment 其實已經放到括上 所以大家可以確認一下括 那一樣 老師有一個demo 一個程式 我們可能放一下demo程式 看看要達到什麼東西 因為上第二個assignment 應該是第一個topic的 這些總結 我說第一個topic 我們就很好 剛才談到的例子 是說 例子資料是這樣 Arab time 特定下來 然後呢 有呼呼需要的時間 然後我們等於是 推斷出它的離開時間 我們把那個進入系統 跟離開時間 這個曲線的折線 都把它畫出來 那進一步呢 如果說下一個assignment 就是說你的service 並不是無窮資源 看一下 是只有一個service 在裡面提供 或是一個櫃台人員 那這樣的話 還有哪些額外的融合 那些我們要追蹤 那些我們要追蹤 等一下 第二個 assignment 這第二個 assignment裡面 你會看到應該 老師有給大家一個sample file 一個目錄 然後 城市外手 說明書 這個地方 那 我先透過 signment 2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跟第一個 不同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 就是同樣的檔案 同樣類似的檔案 但是呢 不是無窮資源 也就是說 每個人進來 不是馬上接受無物 我只有一股無物人員 那我們要把那個情境 把他的那個歷史資料追蹤回去 一樣 這個是一個determination 類似這樣的一個模擬 不是隨機 而且是 我們的 層次的要求 也不是說 One pass 這種演算 其實是你可以反悟 先把所有的系統 狀態 就像我們 第一次的 assignment 我們先把所有的 那個離開時間 的進階先準備出來 算出來 然後兩兩再去把那個曲線 配出來 fine 我們現在的初步的exercise 都ok 可是 eventual 將來模擬就是要且站且走 不可能把所有的東西都刷完之後 再回去統計一下這些資料 然後我們那個最後的目的是要這樣 不過目前為止就是 情境假設比較單純 第一個上面就是 假設無窮資源 你竟然馬上 馬上服務 那現在呢 我們是模擬只有一個客人 只有一個服務人員的狀態之下 我們就要統計出 你一個人進 一個job進來 不會馬上接受服務 他等了多久的時間 才開始被服務 那什麼時間才離開 那我們也要按類似 你自己最終這些限制出來 所以跟deassignment 一不只一模一樣 你可以沿用 但是呢 額外沿用就出來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 編謀程式 一樣 我們open前面的這些範例 假設我們 假設我們 剛才看大的 第一個assignment 第一個assignment 裡面我們有些simple 我們掛了一下第一個sample 就是simple 10的那個範例 好 讀進來 讀進來 ok就讀進來 一樣 arrival time這樣 那他需要的服務時間是這樣 可是我們接著要算什麼 我們現在的情境是只有一個服務人員 所以我要算出這個job進來 他有沒有等待時間多少 好 那稍微注意一下這個語彙 因為這個教科 就是用的語彙 有一點跟我們日常口味有一點不同 他叫排隊等待的時間 他叫delay 延誤時間 那他我記得在教科 他講wait time wait 等待 我們就叫等待 他wait time 是說他wait 在這個系統 其實應該這樣 他的wait time應該叫做 devaluation time 或stay insistent time 稍微注意一下 他的語彙的用法 因為教科書的用法 他叫wait time 是指他在系統的等待時間 不是在隊伍裡頭的時間 在隊伍裡頭的時間 在隊伍裡頭等待時間 叫decade time 好 那我們就要模擬 模擬的情境 現在只有一個櫃台人員在服務 第一個人進來 來 9.5分進來 對不對 那櫃台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9.5分 才開始比較忙碌起來 對不對 那忙碌的時候 到底第一個人什麼時候離開 你可以算出來 9.5加上6.4是 這時間才離開 那離開的時候 這個櫃台的人 是不是就會放鬆下來 那可是不一定啊 因為搞不好 中途第二個人進來 在那排隊等待 對不對 那我們在假設的情境 是說這個是那個 沒有保留的 這個服務人員 只要他完成一個服務的時候 有人在隊伍 他馬上還在服務 他不會先進去吃個飯 就是我們假設這個server 是non-stop 沒有停止休息的 只要有人在隊伍 他就馬上 要馬上接受下一個服務的 這樣的情境 所以我們就要算出這個job 它的delay time 然後 既然delay time 也就是delay time 算出來的同時 當然就知道他什麼時間 開始加工 開始把它活 對不對 同樣的加上這個subtime 就是他離開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東西 把它推算出來 好 那人機界面外 你就多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data review 等一下我會可能帶大家 很快看一下 怎麼寫這個data review 所以我再講 描述一下 最開始這層次執行的時候 人機界面外 有一個這個對話 有一個叫data review 放到那個地方 幾個檔位準備好 那我讀檔進來之後 我就一筆不知道 讀檔進來 要把它寫到這個地方 我們純粹是人機界面 是這樣的解讀 這個data是正確 那我算出來是data正確 那你會看到 這個就是一些label 然後外面這邊 一樣有一個線圖在這個地方 那多了一些checkbox 也就是像我會畫三條線 就是三條的折線圖 應該叫做桌梯 應該叫樓梯接地圖 那個job in the node 現在叫做node 整個系統叫做node 叫做一個service node 就是抽象的語彙來看 它是一個服務的節點 那將來的模擬系統 可能就會寫很複雜 可能是一個網路狀況 我今天到銀行去對不對 所以銀行是一個service node 銀行之後 我可能要再去麥當勞吃個餐 我又到麥當勞裡就去了 那到麥當勞裡去點餐 是一個node 點餐碼的時候 我還要在現場去使用它的桌子 在那邊就餐 那個桌子也是一個資源 你搭到座板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站在外面排隊 也一樣啊 所以整個模擬系統 你會看到其實就是一些節點一些節點 那節點裡面有服務人員 有server 我們抽象馬上的設備是node 裡面叫做server 排隊的東西叫cue 所以將來的系統的組合就會非常複雜 像工廠一樣 工廠可能有一個配件進來 你接著第一道次加工到哪邊去 到洗床區去加工 洗床區裡面可能有三部的洗床 那你要排隊進去加工 加工完之後 洗床加工完之後 還要到那個車床去 所以真正系統 我為什麼需要理想世界模擬 就是說 那個真正real world的這種運作 這些產物的運作 你要知道最後等待時間多少 或者是說你到遊樂園去那邊 搭乘這些遊樂設備 那你要一站一站去走 走完之後你IT沒走完之後 你才知道你總共等待時間多少 平均每一個人等待時間多少 例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的系統 它是很單純 就是一個service node而已 那我要追蹤一下 在這個node裡 job account的變化狀況 還要透過追蹤一下 隊伍裡面 隊伍裡面再區分 事實上這就是細看 細看隊伍裡面 跟那個這個服務人員 因為我們現在的系統 是只有一個server 所以相對很單純 原則上這個job account 大概這兩個相加而已 可是呢 如果說我是一個銀行 裡面開了三個櫃檯人員 三個櫃檯人員 這個in service的這種 線條就是比較複雜 包括你現在比較單純 所以我們就開始推算出來 你就假設出有一個server 所以 讀檔進來 第一個讀檔進來 我們要先展示在 simple 10這個地方 展示在這個地方 那接著我們就開始 演算好就在這個地方 我要開始模擬這些計算 那我先強調 我們這個三個沒有叫你 這麼一區一步的 一次就把它算完 不要緊 我們就先假設 先把這個正確都弄出來 正確都弄出來 才把這個曲線都畫出來 可是Eventually 就用模擬系統不是這樣 不小心 我們先理解一下這個系統的特性 所以我們才是用方式把它估算出來 好那 我開始壓了這個simulator的process之後 我就會算出delay time 把它填進來 第一個人 絕對被delay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個就估算了 這個是牽扯到前後關聯關係 也就是這樣模擬前面的狀況之後 才能夠決定後面的狀態 後面的狀態 再決定後面的狀態 才會把那整個資料完 完備出來 這個是因為有支援 限制支援 一個serve的狀況這樣 畫圖出來之後 我們就追蹤 就修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我們會有一些checkbox 是可以隱藏一些曲線來觀看 回顧一下我們第一個simon 第一個simon 就是Job的count 對不對 在這個node的count 所以9.52進來一個 好那 看一下 所以大概 這個面標是錯的很可惜 我們將來可以幾個再加一下 這個9.52進來一個 進來一個對不對 然後就一個 count就一個 進來一個 然後呢 這個大概是12.13又進來一個 12.13又進來一個 都還沒出去對不對 但是呢 在12.3大概19之間有一個離開 誰離開 15的時候有一個離開 Completion time 15.92 第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是9.52進來 12點進來一個 然後你看 12點再來就跳到哪邊 跳到completion 才15 才是22下一個進來 是25 所以15的時候一個離開 那下一個進來 就22才一個進來 所以你要去check一下這些變化的狀態 而這個變化的狀態就是說 你從node的角度來看 從銀行的角度來看 我在這時間點進來一個 這時間點進來一個 這時間點離開一個 離開的人不一定是第一個進來的人 不一定 不一定 以這個例子會 因為只有一個server 這個server是很單純 原則上是 我們的cute是first count 或是server 所以原則上 以現在這個特定的情境之下 離開的順序 就剛好跟進來的順序是一樣 因為是一個cute 以後我們會再談比較複雜的狀況下去 未必 好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你就可以統計出來 那我們incare什麼東西 我們講incare 這是system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叫做 統計數字 好 一個叫做AVG wait time 那注意一下我再強調這個wait 再來因為我follow 那加個數字的訊息 它是停留在這個系統的等待時間 那個停留的時間 這個停留的時間大概一定是 你的service time 再加上你的等待時間 平均我講平均wait time 那一個叫AVG的delay time 就是排在隊伍裡頭的等待 平均等待時間 今天有10個job進來 10個job的平均的delay 就是在queue裡面的等待時間 那平均的wait time 就是通常delay time 再加上service time 那service time是固定的 因為service time 我們不是stock case的 是deterministic 就設定對不對 所以這個service time 平均很單純 就已經given的這些 service time 加總起來 除以10個 所以6.4 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AVG service time 是given的資料 那我們同時還會統計什麼 我們會從arrival 跟service time 從arrival 會care 間隔時間 就間隔時間 間隔時間 第二個進來 所以這邊有一個average 就是inter-arrival time inter-arrival time inter-arrival time 導速就是變成arrival rate 單位時間 進來幾個人 那service time 一樣 service time 原子資料有 所以原子資料 arrival time 不是重要的 k也是inter-arrival time 間隔時間 那service time 一樣 從需要的突入時間 比如說 我們這個角色 server就是依照 他給電子的時間 完成服務 所以他的service rate 就是反過來一樣 所以這裡有資料是given的 那我剛才講過 就是叫做 那個average delayed time 是 抗人數 抗job數 所以average average是什麼 average number of job 另外一種 叫做 time average information time average 講白話就是什麼 講白話就是這些東西 這些面積 是處理時間 除以時間 叫time average 就是這樣 除以個數 除以那個總數 就是總數 得到的是這種平均 再說明一次 average service time 每一個service time 有對不對 所以把這些service time 全部加動起來 除以他的那個 人數 就得到time average time 那這邊的那個所謂 time average的job count 就是time average 叫enote 在系統裡面 也就是說 紅色的面積加總起來 除以最後的時間 一定是一個小數 1.20個 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那些人去看這個銀行裡面 大概有1.2個人在裡面 好 另外就是看隊伍 在排隊的隊伍裡面 0.35個 然後呢 在那個平均有多少 在接收服務 在0.85在接收服務 所以這個0.85 等同是 是一個server的 所謂的 那個加動力盲碌的比 好 那 這個是job count 那你會看到 跟什麼有關 因為你現在只有一個server 只有一個服務 所以在queue裡頭的變化 還在隊伍裡面 一定跟他少一個 因為只有一個接收服務 所以你看第一個 你開始接收服務 對不對 開始接收服務 隊伍沒有人 但是這個時間點 又一個人進來了 就沒有辦法接收服務 對不對 隊伍就增加一個勁了 那這個時間點 離開一個人了之後 對不對 櫃台 服務的人已經把他離開了 離開之後 那個隊伍一個人 馬上接收服務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queue就降回你 沒有人在排隊 所以你看到綠色的是 job in queue 會跟那個job in node 因為你目前只有一個server 所以它是扣1的 這種方式下 再來我們要統計一個變化 就是job in service 正在服務的數量是多少個 藍色的 這個目前是一個 在服務當中 服務到這邊結束 第一個人離開了 但是呢 因為第二個人在隊伍中 馬上第一個人抓過來服務 這邊再繼續服務第二個人 服務到這個時間點 服務結束了對不對 不結束 但是又有一個第三個人 在隊伍當中 所以下去之後 馬上就上來了 所以看到藍色的 所謂job count 的server 其實就是那個server的 驕動率 假如這機器叫驕動率 假如整 然後叫做忙碌比 他的忙碌的程度 OK 所以我們第二個商品 就是 模擬這種情境 一不一模一樣 但是現在只有一個server 所以我們就很好奇 一個server的狀況之下 這個server這幾個 job count的這些變化 最重要的是 累積裡面的面積 來處理這個全部的時間 得到這種time average information 那以這個理解來看 你會看到的 0.85加上0.35 你要獨立 你要獨立 藍色的面積跟綠色的面積 跟紅色的面積 分別去處理這個 最長的時間 你會得到這兩個 應該是加起來要等於他的 可以理解 反正你是node最大 這個人不是在櫃檯裡面接觸 就是在隊伍上的頭 所以隊伍裡面 這個東西應該是單1.2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算 集中一個其他用的東西 來減來 不是這樣 我們真的這樣統計出來 讓你驗證說 這個單除這個紅色的這個曲線 我把它放出來 面積加重起來 藍色的加重起來 可以加重起來 除以最後的時間 等等得到處理 驗證他是 他是混合的 所以你們mission exercise裡面 是要驗證他是ok的 好 所以這是情境怎樣 這個情境是說 你給我一個service time 對不對 我這個service time 是真的 所謂我這個server 就依照你給定這個service time 如期的完工 所以這個叫做service time 那個factor有一個1.0 1.0 1.0就是說 我這一次你這個模擬的狀況 這一次模擬的狀況 這一次模擬的狀況 你就真的 這個圖時間是1 那4.6 那乘以1.0 就是這個4.6 就完了完工 你是4.86 乘以這個1 就是4.86 所以我模擬出來一個情境 是這樣 那我們在假設說 這個是標準作用 如果說 碰到一個是 老鳥 不要那麼誇張 0.8好 我這個service time 我是請老鳥 所以老鳥很厲害 你給我的標準時間 我是0.8就完成 0.8就完成 所以這個 這個叫service time factor 將來要乘以4.6 所以這個人 這個叫不進來 你也到4.69 是4.69乘以0.8 所以多了一個 那個人際界面的這個 這個變數 可以讓你模擬風景景 好 假設我現在改成0.8 改成0.8 這是1.1 1.0是嗎 我們看一下模擬的狀況 0.8 我們就馬上 等於是 阿葵重新在算 乘以4.8 你看到隊伍裡面 相對就減少了一些 至少你看到 這個是那個 0.8 不是要找完工對不對 在同樣的情境之下 你看 它的加通就0.69 我70%在滿二 又做得比較快 到達時間都固定 可以理解 所以通常通過這種圖形 通過這些數字 你可以驗證成這樣 你的血盾 相對的如果說 我是菜鳥來做 1.2 國護時間是裡面 1.2 1.2 就 這個有點像模擬 模擬說 我今天知道這個客人 需要的國護時間 標準時間是這樣 我請了一個菜鳥來 請了一個老鳥來 到底我系統的效用是怎樣 我是不是要多準備幾張 多準備幾張 大家等 因為我很care 對我 客人最討厭 是我常在隊伍裡頭 等的時間很長 我們這需要模擬之後 才能得到這數據 才能夠做一些決策 好 整體點外 是一個菜鳥來執行 菜鳥執行 菜鳥執行就是 他0.89在忙碌 看起來OK 但是長期間下來 他可能100%在忙碌 那隊伍的長度 就是 平均的長度 就是 隊伍裡面 every time job Q就是0.98 就常態之下 總是看到一個人在那等 如果說我們再繼續誇張一點 2.0 真的一個超級的菜鳥 你會看到 整個在Q裡面 2.36 平均 隊伍就 只有三個人排到那個地方等 所以透過統計圖 透過這些統計的運算 你就知道 這系統成效變換怎樣 所以這個介面 是這個factor 變動的時候 我們會care什麼 我們care這個 駕動力 0.9 time average job in service 這個東西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care就是這個q 好 那回去check一下教科書 教科書裡頭 我們其實教科書就是模擬這個情境 假設service time factor是從0.5 超級的老鳥到菜鳥之間 那我們要模擬多少種情形 0.5到2.0 兩個而已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把中間用interpolation 0.5 0.6 0.7 那看幾個 這邊有 那使用者 隨便他選好 假設我們現在選使用者設了總共有11個點 就是 0.5開始到2.7 中間均勻的設定這個參數 那 也就是說我們同時間模擬了11次 把一個限度畫出來 這個就是模擬系統的一個應用 典型的應用 我竟然花時間把它寫成系統 那我可以透過一些人在介面 可以支援更多的決策參考 那我可以把它弄得比較多一點 也可以 畫得比較細 20個點也可以 這是讓使用者去設定它 那我是假想說從0.1 超級的那個老鳥 還是這樣 那我現在假設0.5到2.0 總共20個點 模擬出來 那就把 剛才說 剛才那個程序 這程序就是已經質詢過了 從那個0.5一個 0.0 0.6 0.67 那把折線的畫出來 以便做一個整個OBOR系統觀察 所以這裡有看到什麼 這邊是 這邊的指示 你ROM一次之後得到這些數值 那我們只是看一個叫做 Time Average Drop-in Service Time Average Drop-in Service 跟什麼 跟Time Average Queue Lens 跟對比長度的這種比較 也就是我考慮說 我這個Server 這個服務人員 如果說忙碌比是0.93 那他目前隊伍的長度相對是2.36 越忙 越菜鳥 隊伍裡頭就越長 所以我想想看到他這個服務部的趨勢 所以會出展 我們通常看到一個線路 看到這種狀況之下就特別出了 突然之間暴震的 那我就是我要雇用的櫃檯 就是當我超過那個0.8、0.9的時候 就對我的長度就是要揍針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考量決策 所以後面這個Page 也算是比較適合 你看到教科書上也有談到這些算法 第一個就是你實做這個作業 然後驗證一下是不是跟教科書上文 或是跟老師的這個程式文 那要做這個三文 可能有一個新的東西 可能稍微要跟大家談一下 這個東西叫做Data Greenview Chart的方面 你稍微多花一點時間去玩它 對 我可能要跟你稍微談一下這些東西 這是Checkbox Textbox的話 你們可能會用到 所以程式wise Textbox我可能稍微說明一下 好 所以第二個三文的Carry On 是不是我們要逐步了 還是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Catch up起來嗎 還是我們要從頭來 好吧 或許可能還是要請你兩個注意 老師可能很快的跟大家 把它框架建起來 好 In case有些沒有完成 我回去再補 OK OK 好 我們可能再Carry On一次 因為可能一些同學 還是對預計的環境比較深處 Assignment的這些說明 是在這個地方 那 剛才我透過程式已經 很快的跟大家看過了 所以我們很快的回來 OK 假設我們一些 重新開始好了 你也可以其實從Assignment 1 Copy過來 不過要花一點時間 先把它關掉 好 所以從V2G之前說 我們通通拿著 建立一個新的專案開始 建立新的專案 那 Again 確定一下 因為現在就是可以開發各式各樣利用程式 所以你確定 你選的是C-sharp Windows的平台 桌面利用程式 但是Again 即使這樣選擇之下 下面還有很多東西 但是你要確定一個 我們不是Darnet Core Darnet Core是 現在的新的趨勢 我們用的是比較traditional 就是Darnet Framework 所以記得 Windows form的應用程式 Darnet Framework 所以牽制C-sharp Windows的桌面 選這樣的一個類型 那V2G Steal 就會幫你準備這個專案的框架 所以by default它的名稱 從專案進來 所以我們是 這個是建議大家要follow一下 就是說我們是 Meserge 110 應該是110 或09 不要有限定號 那 那 那再來是一個留水號 那再來你可以寫一個 你的名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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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比較重要說 假如你在這邊 follow老師的lab 你可能要帶走 那最好儲存的位置 是 在桌面上比較好找 或者內聽 他是放在這個帳號 帳號 帳號 比較難找到它 所以我們是建議習慣性 我們就在這邊 或是在人都不可以一樣 就選桌面 所以這個專案 準備放在桌面上去 但是 所以幫你的專案 包了一個方案 所以這個方案好 所以在這邊再確定一下 這邊有一個這樣的對話 叫 單內femwork 如果說你選錯了 前面選錯成人call 你可能這邊看它不是單內femwork 所以我們要確定 是單內femwork 如果是單內call 這邊就沒有這個東西 可能有其他的那個 單內的版本 好 那我習慣 你也可以follow老師一下 因為那個專案名稱 跟方案名稱的目錄名稱 一模一樣 就比較難去 所以我會特別在 方案的這個名稱 就是單內加上一個solution 這指定一個區隔 那不要把這個打開 因為 by default內定的話 我就是會幫你把這些 相關的檔案 依照 紙目錄跟紙目錄的方式 就是依照那個 目錄跟紙目錄的方式 把你準備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建立它 OK 好那開始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說 因為內定進來 人進階段它就叫方案的風度 將來其實比較不上到 將來寫程式也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習慣 他幫你寫一個方案Label 那老師的習慣做法是這樣 我希望把類型名稱改 那怎麼樣改比較快呢 就是從主檔名開始改行 這個是主檔名F1 那麼 by default 那再來這個取名詞 就要跟程式語言的 那個變數名稱有關 你要符合這個變數名稱的規範 叫mainform 把這個 i-mintor下去 比如說 你在改變這個檔案名稱 是不是類別名稱 所有F1 以前幫你寫的F1 類別名稱都相比改 是的 我希望他要改 所以他主要是 讓我們的專案 不要老是有瘋亂瘋 瘋兔 那發生的發生度 這樣看起來比較slappy一點 所以你看他 這個類別名稱 大部分可以給他設計界面 對不對 然後按右鍵 看他的sort code 我們要求的就是 我的類別名稱叫mainform 就是幫我們準備mainform 記載這個form 那主程式這個地方 也一樣 就new一個mainform 當人機界面 就跟打交道了 所以主程式通常 我們不會管他了 再來主要是說 我們要設計我們人機界面 然後呢 第一個 不要留一個form1在那個地方 title 至少對自己的應用程式負責一下 這個概念上 都是通過屬性設計的號 那屬性沒有很升級 一定是程式 那不是隨意幫你準備程式 放在這個到底下面 所有的sort code就是這樣 點檢它 點檢它 第一個text的地方 改變一下 這是assignment 0 你可以取一個 比較有意義的名稱 是集息 就是少一個區別 然後程式就可以開始執行 程式 以這種方式呢 程式就開始執行 只是 你會看到他邊在左邊 對不對 放到最大 你ok 那如果說希望 他秀在最中間裡頭 一樣 就花個時間 他也可以設一些底色 假如你比較有免空天會 可以把它整理得比較漂亮一點 那比較重要的地方 就有一個屬性 它叫startup 針對我點信這個form 有一個叫startposition bydiversion 我們通常喜歡把它選在center 那我的習慣 因為它內定的字體很爛 看起來是細敏底 瘦瘦弱弱的 所以我的老師的commention 我會把細敏底的字體 改成正黑 正黑至少 拉丁尾或是中文字 看起來比較正式 好吧 這次我老師的commention做完 好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人際經驗的tour 我們現在以assignment 來看這邊有一個tour street tour street 那你可以用所有的 按照abcd排序 那叫tour street tour street 好 那同時tour street之外 通常我們最常見會有一個 status bar status street 在下面 那為什麼會這樣 它貼在上面 最重要一個概念 form是它的包容器 是它的parall 這是指類別 指類別跟護類別 一個我們上次稍微談過 就是一個叫anchor的屬性 要善用它 另外一個就是dark 一個dark 那你看這些東西 都是inniberation 都是選項 只是選項你不用打字 通過這種圖形的click 就可以設定了 代理會是dark在上面 那這個status street 本來是代理會 代理會在part 這個地方 然後如果說我們拖拉一個 叫sprit container sprit container 拖拉放在中間 然後就鐵在中間 這個大概是鐵三角 最常見的 常用的才這樣 那 我會prefer 是 sign2 的範圍 好 所以你看到 這個大概是manual strip 這個額外 就有下拉式選單 這個是tool bar 那這邊 你看中間可以分隔開 這邊有一個status bar 可以看到到 痕跡就是這樣 那這個地方就可以 sprit container 好處就是貼 那我們可能需要有一個 這個dark review 兩個頁前 這個tablecom 那這個地方也有 這邊應該有 看一下 沒有齁 這邊沒有齁 這邊沒有齁 這邊應該是 感覺上應該好像有 看不出來齁 那個 大概這樣 做分好 然後這裡頭 準備放檔案 所以 好 那一樣齁 如果說程式會跟人打架 因為他白地位進來 叫tool street tool street status street 1 這叫squid container 所以你注意要 拖拉進來這麼多東西 man form squid container status street tool street 1 那在這個地方如果說 我們加一個tap control tap 那白地位 它有兩個頁面在裡面 那你說要讓它跟包同器放大縮小 那你記得 進來的時候 either way either way 你設anchor 上下左右都anchor起來 它就會跟它上下左右放大 或者 或者 直接dark dark到 就是剩下部分 tap mine stuck 另外一個這個地方可能有tap control 這邊也是tap control 那 我們來幫它dark 好 然後比較重要是我們有一個chart要用 那這時候你可以再 因為它是包同器放進一個概念 所以我再拉一個tap street 那個squid container進來 好 然後 但是呢 這邊有一個東西叫orientation 方位 就是分割 但是 垂直分割 那我現在改成Value of 好吧 那有時候 因為指引起來之後就 看不到 所以你可以設法 做一些簡單的這些 年紀界面的這個 辨識 比如說 最常見我們可能給它換一個 換一個底色 好像每一個panel 你看起來就比較清楚 好 那 那 稍微要分割一下大小 因為 它就依照大小分配 點一下別的地方 然後 有不要進來 比較難找 如果說真的沒辦法highlight這個 傢伙的話 你可能就回來這個地方 highlight它 這個是squid container 第三個 第二個 有不要進來 分割好 就下面比較大 我希望下面比較大 上面比較小 確定好 好 類似這樣的結構 那我們今天可能要introduce 一個新的東西叫 Data-greview 那個是 叫 Data- Data- Data-greview 抓一個簡單 好 那它有些特殊的設計 那我先把它 相對它的父親 先把它規劃好 那所以 父親包同技術說 變大縮小 就讓它變大縮小 所以一樣 你看喔 這個傢伙它有一個屬性 叫Ink 上下左右都把它 描定起來 這樣它就跟它 大小一樣 好 比較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有四個欄位 四個欄位 一個是 Arab Time 一個是 Service Time 我們要計算出 它Delay Time 我們還要計算出 它的Completion Time 四個欄位是這樣 那你看喔 這種比較複雜 外面有一個設計的介面 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編輯 它叫資料行 記得 行列是 垂直的叫行 橫的叫列 所以它叫編輯資料列 加入資料列 你可以透過這種方式進來 或者 點選它 或者 列個存在 好吧 那因為寫成這樣用到它 所以不要 DGV Data Review 1 我們稱為這樣 DGV Input DGV Input 所以確實一個人生 你可以透過它 在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稍微了解一下這些屬性 就是有點跟DATA相關 可是屬性其實不真的 你會看到Colins Colins 值的Colins 那也有Rows 將來我們Rows要添加 有這些所謂 Rows 通常寫成這樣 所以可以在這個地方 通過這個 這個叫集合 集合 就有點像List 清單 而且是動態可以隨時 拖它出來 它跟正列 正列通常 我們講是固定Size 所以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進來 一樣 好 在這個地方 這叫標準的所謂集合編輯程式 那你就加入四個 現在有四個 一 那加入的時候 by default有一個名稱 然後標準名稱 那標準名稱 那標準名稱我們可能就叫做 alive time alive time 好 再加入了 你去加入 第一個看標準文字 名稱呢 就follow它 流水號就可以 這個是alive time 這是serve time 第三個呢 是delay time 我們要估算 第四個呢 是它離開之間 conversion time 四個就交完了 稍微了解一下 這種data preview 就是加幾個行 事實上 每個行有不同 我們要by default 是叫text box text box 就是文字 它其實還有可以加什麼 可以加checkbox 加combobox 加image 加link 所以我加完的時候 我去 第四個 加入 四個全部加進 然後我離開 所有加入的四個 加入這四個conversion 又是一個物件 它其實可以設一些屬性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這邊就是 Poto size mode 沒有設 或者我可以把它設 針對模一個 針對模一個 針對模一個color 應該設它的屬性 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確定呢 好 加進來 那by default by default 它是人際界面互動 使用者可以 一一來這邊按一個按鈕 來添加一個新的 好 那你現在看到 可能看起來 我們先看一下 好 好 所以現在這樣 對不對 我們都可以拖了 對不對 這個分割開 這四個代 可是它因為size固定 看起來就非常醜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再回來這個地方 這個傢伙 它的colons 那我可以複選 我可以複選 我可以複選 沒有辦法複選 因為它可能是不同形態 所以一個一個來設定 Auto size 我們把它設成 是那個 我們啟動Auto size 我們用feel 好 這個也改成feel 那這種選項呢 你看到這種清單選項 其實在西下午的背後是一個 enew 是enew的類別 就是讓你用選的 那enew就可以在這種 所謂那個Probicture 就秀出一個 像下拉式的選單單 這樣選 我是把它變成feel feel就是 有多少conjunction 會填滿 好 那四個就能夠擺到這個地方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屬性 你剛才看到新的 就是代表新增一行 我要把這個要新增 因為它的幾行 是我獨檔進來 自己產生的 跟使用者互動沒有關係 說要把它拿掉 所以一樣 針對這個data query video 有一個選項叫做 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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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to add a log 不好意思 不需要 讓你新增加 那能不能擺一行 也不行 能不能重新改變這個 那個排序大小 也不行 我們把它全部取消掉 OK 好 所以目前DGV input DGV input 我可以跟它打交道 好 那四個檔位已經寫好了 將來獨一筆再這樣 我就寫一行 寫一行 寫一行 OK 確定寫一行 那我們先模擬假設說 我現在開始獨檔 這個獨檔 這個需要一個按鈕對不對 這個地方 好 新增一個button 那通常button 就是用圖形表示 那可是我們現在沒有圖形 我需要加一個文字進來 那我們是提醒說 這個是open open 那open 那open沒有修出來對不對 因為白default這種2-3-button 只修圖像 在針對這個傢伙 看他的屬性 這邊有一個叫display mode display style image跟text 那就比較清楚了 好 那名字 將來寫成這樣 要跟它打交道對不對 所以叫2-3-button 也很不好 習慣性 2-3-button tsb 那這個是open 好 所以一個partner名稱 那我要定用它的視線 人際線邊大概就這麼回事 所以我回到閃電這個地方 click double click 就用這個名稱 我就利用v66 請用這個partner名稱 這個視線名稱 組這個函式 讓我寫我的腳本 好 就是我定用這個視線 我準備做些什麼 好 腳本進來 double click就可以 好 就準備這個函式 所以這個函式 不是要長這樣 長這樣這樣 有兩個參數 一個叫obj 一個是event 一個是event 天藍色 你看那是done forever 類別 這個是標準的c-sharp 這個還是可以跟那個按鈕 事件打交道 大概是這麼回事 好 那接著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調一個對話合進來 show 那個open file arrow open file arrow 拖來個進來 名字又在這個地方 點選它 點選它 那 那 名字 dlg open 我們寫這個 用它就盡量這樣 那file net 沒有東西 我們估計把它 信號點 DAT 我們知道我們電量是DAT的 就file net 先把它寫好 這樣秀出來就出來 DLG準備好了 接著我們就 回到這個腳本 那怎麼回到這個腳本 你可以 展開它 或者在這次經驗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的時候 就把這個程式進來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show dialogue 對不對 那我們就開始了 那個file open file open dlg 對不對 dlg open show dialogue 好 Intellisense 其實是我們show dialogue Intellisense highlight它 左小括號 右小括號就好 他可能放棄喔 所以我通常這樣 if 呼叫這個韓式的結果 他會留在這個結果 等你 或是不等你 不等你 這叫不等你 你看 按一個空格之後 我不等你 按一個空格之後 Intellisense就很聰明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 左邊韓式呼叫的結果 是一個叫大陸會滾燥 所以按一個空格之後 Intellisense就秀出來了 登錄都要出來 所以接下來我要選 我要點選 不等於ok的話 按空格鍵 它已經highlight之後 我就可以按tap鍵就可以 不等下我就return 不做了 如果他不等於ok 意思他放棄 或是根本那個 十二塊也不做 要做就在下面 所以就是要做 我就開始讀檔對不對 讀檔怎麼叫 StreamReader 好最開始不等十二塊 你注意看 ExtreamReader 藏在一個特殊的nayspace 但是我知道 名字叫 S-T-R-E-A-N-R-E-A-D-E-R 打完空格 準備寫一個編數名字 Intellisense很聰明 這麼一個 85點 展開來看一下 oh using system.io 所以這是跟io相關對不對 跟implug相關 oh就click它 它就認識了 我就隨便認識了 變成天藍色了 現在StreamReader認識了 sr 按出來 按出來之後 我們就用這個檔名 就放在dlg dlgopen filename裡面 對不對 不是filt filename 好抓到了 那記得 sr開出來之後 記得最後sr 一定要close起來 好就對了 那第一個途徑 還是一個 很快的 pint number sr 我就寫很單純 不是 read to n 是 read line 因為要讀 read line 讀進來 read line 讀進來之後 是一個字串 那int 是int int parser 這parser哪邊過來 就是我講的 任何類比 任何一個基因的類比性別 有一些韓式 還可以放的協助你 parser把它解憶 成一個int 所以總共有白筆 所以接著我們就 paw in r r從0開始 小語 num plus plus 一韓要讀進來 對不對 那你一韓讀進來 是不是就是讀進來 就是sr read line 這就是一個字串喔 那字串現在有兩個data 對不對 一個是arrive time 跟service time 所以我就把它隔開 那個 呼叫它的sprit 繼續呼叫它的sprit 那碰到空格 隔開 那它把你切成 指字串之後 放在一個正點裡面 所以你需要一個變數 指字 正列的一個正列 item 我這樣叫items 收錄起來 對不對 收錄起來 好 你知道item0就是 alive time 那item1呢 就是那個service time 好 所以你就知道r過來了 對不對 然後那個 好不好 我們櫃子說一個區域變數 double a 太好了 就等於 items d0 但是它是一個文字嘛 文字怎麼轉double 哇 那那個 沒問題 double裡面 就 點下去有一個parser 那就是說你碰到文字給我 我就給你嘗試了解憶結成double送了給 第一個到我們結束了 double 這個是service time 好 所以我要寫到哪邊 我還要做其他統計 等一下你們要自己做統計 比如說 我所有的arrived time 不是arrived time 是interarrived time 所以下一題要剪一個 你要自己去規定他 那但是service time 就可以直接把它架總起來 除以個數就可以到A5C設備 time 所以其他的統計之後 你設法可以且戰且走 你在獨檔過程的這些資料 Either要把它組成到一個陣列裡面 比如說 你可能還有一個陣列 這個陣列寫到外面 注意看一下 假如這邊的陣列是一個completion time 因為你follow跟第一個上面一樣 你不需要有completion time的那個時間 所以你就double 陣列準備好 double 注意一下 應該有這個概念 韓式裡面的變數叫區域變數 類別裡面定義的變數就是成員變數 成員變數的任何韓式都可以用到它 知道是成員的韓式都可以用到它 所以我們需要這個double 需要什麼 你將來自己準備 completion time 好 準備它 那 again 告訴你 它是一個陣列 在c-carry的陣列都是所謂的參考晶片 那當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寫出來 哦 當我讀進來總共有記憶筆的時候 我就知道 那這時候 我就要給記憶體了 所以completion time 寫出來 Number 整個過程會是這樣 所以將來就添加 那我們這次講說 你就是用兩個pads 先把所有的completion都算出來 然後你要模擬那個 那個q的話 可能有另外的資料結構 你自己再思考一下 好 那這時候我先模擬一下 就是我們怎麼寫到那個data規律裡面 因為也比資料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準備要接到那個去 那那個data名字叫什麼 data規律對不對 dgvInput 就是剛才那個大的控制項 那它裡面注意 它裡面有一個資料結構叫roth 是一個collection roth裡面這種collection 一定有一個叫做neam或是add 那我們就add 那add它有一大堆的用法 add裡面最簡單大概是 不需要任何東西 它說將新的資料列加入集合 那會retendend回來 那我們就用roth的add就好 那事實上 roth 好吧 我們就加了之後對不對 加了之後 我們dr 第0個對不對 就代表d0行加進來對不對 dgvInput進來 那既貼律事情 任何一個添加東西 我們可能有上一次的資料 所以這邊最好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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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最好 就是一定的 dgv我們確保說 每次這個按鈕eer的時候 既的資料能夠清除掉 所以我們dgvInput裡頭 它的roth 一定先clear起來 先把它清除掉 那之後我們的roth 才添加 才不會把既的資料都帶進來 所以這時候添加第一次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 這個roth 就是roth 要除去它每一個一個一個對不對 所以你看total dgvInput的roth 第幾行 第rroth 第0個roth 新加一筆 第0roth就成立了 這roth拿到之後 我們知道第一個 第0個counter 跟第1個counter 要寫那個roth time 跟subtime 點下去 sales 它的概念是這樣 第0個 就是 就是dr行 第0個counter 再來它還不夠 它還要再一個叫value value是一個什麼東西 value它添加太好 它也不知道 你那個 網格到底要存什麼東西 你可能是存一個物件 可能存一個ind 但是不要緊 它就把你看一下opjcd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assign assign assign什麼 a times 好 dgvInput roth dr sell sales sales 0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要把它點進來 value 等於serve time serve time serve time 好 那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我們是無输所有的檔案 同時呢 把那個datagreview的資料 把它pubulate出來 你無输所有其他什麼 正列需求 比如說你可能 不只是這個東西 你還需要什麼東西 double 所以你可能還要那個delete time 對不對 它也可能一個delete time 預算的需求 那delete time 一樣幾個人就有幾個delete time 所以同樣delete time 你可能是 你可以在這邊new出來 當我num的讀進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 num double num 那你將來要模仿說 只有一個serve的狀態之下 它的delete time是多少 確別一下教科書 教科書有把那個algo 只能告訴你 所以假如al還有c 那composition time 你要怎麼去算它 這將來請它 你要去算它 你可以讀完之後 就覺得可以開始算了 覺得可以把它算好 但是呢 主要是我們要模仿 那個composition time 跟delete time 我們要模仿那個serve time 要乘一個係數 對不對 你還記得吧 我們serve time 已經記錄在這一個 OK 我們可能還在一個 這樣好了 我們再準備一個 這不是很好的做法 serve time 好處是說放在這裡 將來你可以一併處理 那我們把它 還是把它寫下來 serve time 好那這邊就不用了 這個serve time就不用了 就直接 直接 因為當我們已經讀完對不對 sive就是N個 我這邊可以直接把它填進來 填到我的serve time serve time 第R個 就可以直接填進來了 好 那這樣的話我這邊 那樣的例音就是 serve time 就是 serve time 那因為你剛才 剛才 剛才那個 Assembly要求的時候 你要算 inter arrive time 所以 這個 arrive time 你可能需要一個 double 這資料結構不一定要follow老師 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都可以 inter 好 那inter arrive time 剛好就怎樣 少一個對不對 好 它的個數呢 因為間隔時間嘛 那通常呢 我們不會把它設成 少一個 我們就直接 那個 我會直接把那個 那個 inter arrive time 的 那個 第0個 第0個 inter arrive time 第0個會假設它為0 那第1個呢 第1個之後 就可能上面那個 inter arrive time 是這樣看嗎 arribe time arribe time 有的嘛 arribe time在這地方 所以那個 inter arrive time 所以那個 第1個 通常是說 正好 這個 steep 故程叫lust 不用lust 這不太麻煩了 我們 趣不一下 inter arrive time 這個寫法 就是 r 是不是等於等於0 如果 r等於等於0 頂的話它就直接就是A-time 不然就是inter-erop-time 那個erop-time減掉那個上一個 上一個也沒有 沒有erop-time 沒有erop-time記錄 看你要不要記錄erop-time 或許我們因為剛開始初期初次在做 所以我這邊加一個erop-time給大家好了 注意一下erop-time是真正時間的點 inter-erop-time是間隔時間 好那我們就省掉這個erop-time也把它記錄起來 事實上erop-time真的是不需要 不過在這邊呢 有些follow我們現在有convention 所以erop-time-dr就在那邊 然後這個就改成erop-time-dr 好我們來打印出來 好那這邊怎麼寫 怎麼算inter-erop-time 我把它放到最後面來看一下 當它等於0的時候就是erop-time 就是erop-time 就是erop-time 那就是0就等於0 比如說 第0個進來是5分鐘 那它就是inter-erop-time 假設有一個虛擬的 在時間等於0 所以它erop-time 那不然呢 不然就是erop-time 第1 第2個 減掉erop-time 第2個 第1個 jd-1 對 因為現在不 cash 所以不至於得太овой 所以 用這個 如果說 这个 8.1.0就是R-R-1 好,所以这样英特尔老板也有 所以这样你就很好算英特尔老板的平均 这是up to you so far我们没有要求程式要非常精简 你可以用一些东西处理它 所以目前是这样,pretty much差不多了 我们看一下程式执行状况 在这边可以学习过程里是一个中段点进来 就可以看到8.1.2的时候做哪些事情 了解下这几个类别之间的变化状况 所以目前这样,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准备好 但是人机界面其实都可以动了 这边可以分割,对不对 那这边也可以分割,稍微较大一点 好,读档,open file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那个 Kick off,第1个3.2 我另外这个3.2有新的一个档案给你 你可以用它 或者用旧的东西OK 3.1 Sample里面 我们看那个 以前那个Sample 10个的进来 好 因为我点准那个File 所以不是non-ok 所以进来这一行 SrimReader 那一样啊 你要debug过程 目前这个韩式里面 可以有韩式里面 一大堆的区域变数 this,ef,这些东西 读档 number,读进来 第1行读进来 10个 10个Job 好,所以正面从这边开起来 这是我讲的 在C Sharp里面 正面的都在Dynamic New 出来才会有Data 最开始你去看 都是num conmission-i-num 然后 记忆体告诉他 去记忆体里面开10个 这时候就有10个 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整个过程是这样过来的 好,那我们 Data Greenview 最开始RAW 其实是空的啦 不过被保险的情况还来示范清楚 叫Comb 本来是0个 不知道 好,接着1个1 只要读进来 我们读进一个line 马上切 碰到Comb 切 切之后就得到2个 所以IDEM里面 你看他 第1个Job进来 就是9.52 它是个字串 对的是一个字串 好 变成这个 real number 转到这个阵列了 所以arrival 第0个已经有了 9.52进来了 Service Time 现在呢 也放进来了 所以就比较好去做平均 这类的东西 好,Rows Add 添加一个Rows进来 所以你看 Rows添加进来 再看一下Rows 目前有一个空行 靠你一个进来了 那第0个已经刻意下 我们就开始添加进来 Value 最开始是空的 是num 是物件 这一个代价进来 那之后呢 Interrupt Time R等于0 好 那我们让它执行 游标 停在这个地方 让它执行完 好吧 我们就让它继续继续 就看这些界面 说出来之外 全部读进来 9.52 6.4 类似这样过来 好吧 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边 先告个段 那我看后面 需要再补充一些 instruction 那这个上面 应该10天之后 在第5 我先把那个 响应 那个single server 那边看完 那边应该有些 有些algorithm 告诉你怎么算delay 然后做东西出来 然后你 唯一记得 再来要做的东西是什么 在画线图的同时 要统计它的面积 要计算它的面积 因为最后是用面积来 要处于 总共时间处于count 取得那些平均数字的 那几个数字 几个average 的资料怎么算 在讲义上会有 那应该在 在老师的东西 有稍微提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接触到 这个新的东西 data preview 稍微玩一玩它 它其实是非常powerful 像如果有data 全部倒进来 不要像我们这样 很辛苦的一个 跨人在做 只是我们现在在修data 所以我们要一步步过来 那另外呢 在那个 chart这个地方 我们很快来看一下 chart 你要透过data 这个地方 这个chart 才能够抓进来 那chart 真的是希望大家 因为我们一定会用到它 将来它 还可以画干特图 还可以画一些 职方图 我们有时候要做histor 所以花个时间理解一下 它的架构 它的概念 它就一个非常大的物件 里面包了一堆的所谓 最常见是那 这几个东西 这个大物件 最常见就是chart area 这种集合物件 里面就是 就是一塊畫圖空間兩塊三塊隨時可以添加 那你可以浮遊浮遊進來玩玩看 加一個加兩個 那每一個你給它不同的這個底色 為了區隔曲線 你要玩大概是這樣玩法 第三個假如不是白色的 第四個那就確定起來不用擔心 就一個兩個就底色就這樣 然後再回來你就就去玩玩它 那就把它隨時移除掉移除掉 都不用寫那個程式去 所以理解它的架構 那還有哪些東西 它還有一個集合叫做Legend 這個就是Legend的集合 就將來好幾張圖 你會分成幾個Legend 混在圖裡面 那最重要最重要是Series Series就是線圖 譬如說你現在需要三條 這三條 那三條可以全部把它互選 那設定它的那個Chart Type 最重要是叫做Chart Type Chart Type是Step Line 那個階梯的鏈 三條出來 那覺得線條太單薄 回去設定它 那這樣來存取的時候 就透過什麼 透過這個物件的名稱 Chart 1 的 點下去的Series 那它是一個集合 就是用中國號 第0個 第1個第2個 去添加點添加這些東西資料 好吧 如果說這個過程裡面 真的有問題的話 就E-mail給老師看 看看是怎樣的問題 好吧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那我回去會把今天的這個Lab資料 完成投影片 In case你Ross掉 你可以CashRub起來 不過盡量就自己來 自己來完成 比較省時間 要不然再重新看 其實也很浪費 好吧 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再來就是 下禮拜沒有課 所以 原則上老師會再給大家一個 就是兩禮拜之後呢 可能是會把剩下兩個Tabit看完 就是第一張的Tabit就看完 所以還有另外兩個投影片 兩個影片而已 那但是呢 作業 你要完成第2、2、3個作業 就是一定要把 Textbook 應該是第1個Chart 把它看完 好 好我們今天到這邊 那如果說有任何問題的話 隨時的電話E-mail 好不好我們今天到這邊